2021年EBEA杰出人才绿卡上诉案例总结 1.美国移民局上诉办公室AO公布的EBEA杰出人才绿卡案例,供大家参考。 其中包括在上诉后批准的、被拒的和撤回员决定发回移民局重审的。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申请经过重审也可以得到批准。 我们新卫民律所此前办理了一些在上诉后获得批准的申请, 以及在上诉后由移民局撤回员决定重新审理然后获得批准的申请。 请参见我们此前发的具体文章说明。 更多信息,可以参见我们律所最近在美国攻略网站的专栏文章。 案例1.申请人是艺术家。 移民局指出,申请人与其他人共同获奖。 这个奖项可以用于EBEA作为杰出人才证据,不需要是单独获奖的。 还指出,在考虑高工资这一项时,要注意到艺术家收入的不规律性。 案件发回重审。在重审后,可能获批。 案例2.艺术家申请被拒。 移民局指出,申请人的影响力不够,提供的媒体报道材料不符合要求。 过分依赖推荐信,推荐信里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明。 案例3.申请人是运动员。 发回重审,因为此前审理的移民官没有把申请人的所有证据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此外,杰出人才的标准不要求申请人在最顶尖的位置,只要求申请人在最突出的群体之中,作为成员之一。 案例4.申请人是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人员。 申请被拒,因为证据没有显示足够的成就,审稿指示审的学生作品等等,而不是为期刊审稿。 只有论文发表不够,要说明论文的影响,只有获奖不够,要说明奖项的意义和被认可的情况。 推荐信过于强调未来的承认,而不是已有的成果。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Seeking Recognition as 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 Dismissed Achievements do not reflect career of acclaimed work in the field. Judging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plus aspiring professionals, not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s. Authored articles not enough, need evidence showing significance of authorships, and how they compare to others. Award received not enough, need to explain how he gained national acclaim based on it. Wreck letters speculate on possibility of future significance, not evidence of already having been significant. 案例5申请人是公司的CEO,申请被拒,因为获得的投资支持是给公司的,没有表明对个人的认可。 投资不算获奖,申请人的团体成员资格没有表明,为什么是重要的杰出的,没有足够的媒体报道,推荐性内容不合适。 案例6申请人是牙医,申请被拒. 因为获得的奖项,与本领域工作不相关,申请人的会员资质没有显示出来需要杰出成就才能取得。 广告宣传材料不算杰出人才媒体报道,对个人服务的病人的影响不算对社会的广泛贡献。 高工资需要和同类工作相比。 案例7申请人是口腔科研究人员。申请被拒. 因为虽然担任评委,但是没有说明对评委的要求,没有解释担任评委或者加入委员会的特殊地方如何结出。 有影响力的论文发表,在多年以前并且没有表明持续的影响力。 案例8申请人是演艺界人士,发回重审。申请人对于获奖没有提供足够清晰的证据。 文章散见于多年中的一些报道,移民官质疑了申请人是否还在园领于工作,但是提出的问题太笼统,不方便申请人回答。 满足了案例里面的基本条件,并不能直接让杰出人才申请批准。 Actor seeking recognition as 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 decision withdrawn. Petitioner interprets Kazarian incorrectly satisfying, initial criteria does not automatically result in approval. Director did not consider award evidence in enough detail. Articles span more than a decade. Articles phrased in a way that expects public to know him. Director's concerns about continued work in the area phrased, vaguely for petitioner to respond. 更多案例总结会在后续文章刊登。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微信公众号内容。 资讯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供教育和交流目的,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 Email info at nwmlaw.com 网址 www.nwmlaw.com 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理工科博士。 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历,包括杰出人才,niw,亲属移民。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可以直接阅读。 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